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,小仙女情动,第28集,魏无羡也用手遮住半脸,小声道,我要藏到山上去,谁让嘟嘟总是不让我出门,你不许偷偷告诉他哦,马夫等了半天,见两人谁都没出声要走,顶着草帽问,还走吗?公子。 魏无羡立刻道,走吧,好嘞,马夫扬边抽马,马车启动,向遗陵乱藏岗方向奔驰而去,离乱藏岗越近,树木越多,遮天蔽日的树冠把艳阳天变成了阴寒的秋末,车厢里的聂淮桑打了个冷战,对若无骑士吃着糖糕的魏无羡道,莺莺啊,咱换个地方躲猫猫好不好? 嗯?魏无羡舔干净唇角的碎末,疑惑地看向聂淮桑,为时吗?这里人少啊,嘟嘟找不到我,坐稳了,两位小公子这里坑坑洼洼的,很容易摔倒,马夫说话提醒间,马车跟着摇摇晃晃,速度也减慢不少。 魏无羡一个没坐稳,往旁边倒去,聂淮桑眼疾手快把魏无羡一抱,自己坐了靠垫,后脑勺磕在窗边,哀悠一声叫出来。 魏无羡眼神闪了闪,转头看他,担忧地问道,淮桑哥哥没事吧,要呼呼吗? 呼呼就不疼了,黑灵浑身鸡皮疙瘩直冒,老祖,你够了,以前左耳是嘟嘟,右耳是仙嘟,他还能堵一只耳朵,现在两耳都是嘟嘟,听着他抓心脑肺,恨不得捂住耳朵。 怀里的魏莺还是软软的,香香的,聂淮桑笑道,还好,脑袋没磕坏,莺莺没事就好。 把魏无羡轻轻扶正,又像是调侃着捏了捏他圆润的脸颊,仙都为你吃了什么,长得这么肉。 呵呵,莲藕排骨汤,魏无羡心里冷笑。 黑灵,难道不是唐糕的功劳吗?魏无羡笑着离开聂淮桑的怀抱,捏了捏纸截,换成黑灵呲牙咧嘴喊疼。 唐糕已经碎成渣子了,魏无羡依依不舍地把碎末糕子捧给聂淮桑,你吃吗? 聂淮桑还在思索什么,一听这话,想也未想接过来,没料到接了个锐血飞扬,他惊了一跳,凝神看去,魏莺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神色。 既像是笑他连东西都拿不住,又像是因他糟蹋了东西带着枯意,这一瞬间,他心底狠狠跳了两跳,竟有种被下了鼓的感觉。 聂淮桑急忙拍了拍手上和腿上的碎末,从怀里的乾坤袋里,摸出一个小布袋,现宝似地打开给魏莺看,莺莺别哭,我路过莲花阵买了牛肉干,你拿着饿了吃。 他刚碰出了魏莺的脸颊,没有任何易容的痕迹,应当是自己多心了,只要小傻子不是被人调包了,就没危险。 魏无羡嗷了一声,稀罕地系紧了口袋,放入怀中。 两位公子,马车进不去了,只能停在这里。 马夫的声音适时响起,聂淮桑扶着魏巫陷下了车。 软底鞋踩在腐朽的树叶上,没什么声响,马车停在一条看不清是板原样的小道前,两旁古墓参天,藤蔓盘绕,整个森林静谧的仿佛没有活物。 师器直往古缝里钻,两位公子小心些,这个地方又昏暗又湿滑,一般人不会上来。 马夫摇摇头,提醒几句,若不是那位竖着红绸带的公子飞要上这里来,还多加了两倍银钱,他是不会接这门生意的。 聂淮桑桑马夫笑笑,又摸了一张银票,塞到他手上,实在对不住,我朋友爱探险,劳驾你跑来一趟了。 哪里哪里,应该的。 马夫撇见银票上面的数字,笑得合不拢嘴,收入袖带后,回身从架座下的柜子里,找出一把油纸伞,交给聂淮桑桑,你们没带伞吧,这边夜里怕下雨,带着好,聂淮桑感激不已,向马夫连连道谢,趁着魏英没看他们,使了个眼色给车夫。 车夫还没明白过来,魏无限已经开始往小道上走了,聂淮桑赶忙跟上去。 等两人的身影消失在阴冷的森林,车夫财鸥的一声会议过来,他重新把银票拿出来,发现银票背面写有一排小字,速回小镇,找兰忘机。 深暗的幽静岔路众多,魏无限静直往一条路上走,他走得不急不缓,神色平静。 聂淮桑的感受却不一样,他总觉得四处阴风阵阵,天光不透,犹如踏在黄泉路上,一门的心惊胆战。 乱藏岗曾经也是连绵的宜林山中的一座大山,林木虽多,却也是鸟雀略知,走兽常见的地方。 据说百年前仙门百家大战温氏先祖温茂,死在鹰虎符上的冤魂无数,最后这些战死的烈士均被埋葬在这座山上,乡主旨前足以铺满整座峡谷。 前几年还有后人子弟进山拜祭,后来听说山里常有野兽村民莫名横死,死状奇惨,飞天遁地的仙门修士开始进山探究竟,一些新兴仙门也进山除岁,却都是一去不回。 如此十年,此地犹如鬼门关,斩断了阴阳,埋葬了数不清的阴魂,被世人称作乱葬岗。 仙门大会上各家争执不下,继续深入寻找答案者有之,主张放任不管者有之,最终出自兰家的新任仙都清衡军正中下令,此山列为禁地,仙门子弟和凡臣居民皆不可进入。 如此数十年,乱葬岗在后世传说中逐渐鬼神化,说书先生指道曾有清衡军深入山林,斩了作恶的妖魔,以结界隔断了两界,外围尚可徘徊,深处绝不可入,又立碑为戒,警示世人。 据说清衡军因除大恶身负重伤,传位后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,世人为其高尚品格所感,唏嘘不已。 魏无羡停在碑前,抬手分开挡住碑纹的杂草,聂怀桑弯腰探头仔细辨认,认出乱葬岗比例囚禁的三个大字,下面的一行小字中唯有妙女二字,还算清晰。 这是仙都兰忘记父亲清衡军的字迹,聂怀桑脱口道,魏无羡没接话,看了一会儿收回了手,他绕过石碑,往乱葬岗内走去。 聂怀桑站直了身体,望了眼魏英单薄的背影,咬咬牙,也跟了上去。 如果他还没发现今天的魏英有问题,他真的就白活这么些年了。 在他看来,魏英像是被人控制了,希望兰忘记收到消息即刻赶来,否则,以他办调子的本事,不知道能不能护住魏英。 往前再走了两里路,便见巨型藤蔓之条交缠,形成一道天然拱门,把荒草丛生的地界分出名按来门内树木交枯,白骨遍地,黑压压的一大群乌鸦气息在断木桩上,锐利地眼阴森森地紧盯着闯入者。 大有一入禁地,不死不休的架势,魏无羡总算停了脚步,副手铸足门前,聂怀桑抖着扇子指向阳光下的胶树枯骨,颤威威道,你去那里做什么? 这么危险的地方,那些蛇虫鼠蚁看起来都带着毒,我百毒不侵。 红绸带随风跌宕起伏,谋中竟是说不出的清明,哪里还有一丝小傻子的呆萌。 你你你,聂怀桑经巨道,你不是魏英,你把魏英怎么了?魏英在哪里? 明明浑身都抖如风中落叶,却依旧坚强地站在原地,不肯退让。 我叫魏无羡,黑某闪过一丝诧异,随即又笑起来,你应该听聂家主提起过。 聂怀桑瞳孔收缩,吞咽了一口,腿脚抖得更厉害,连说出的话都带着颤音, 仪灵老,老祖魏无羡,扇子一收,本能地转身就想跑。 是啊,魏无羡眼中满是嘲弄,慢声道,你还是回清河吧,别跟着我了。 扭头的聂怀桑突然僵硬,又转回头来,牙齿打着颤,老,老祖,闻。 魏无羡已经不再看他,弹了弹手指,蜷缩在上的黑铃伸展开躯体,扬起头颅来。 屡屡黑气萦绕在指尖,连同黑铃都散发出比乱葬岗还重的煞气,煞气飘忽至前方的藤蔓处,那些粗壮坚韧的藤蔓像是被烟熏火辽斑,急速收回枝叶,盘缩回旁边的树木上,眨眼之间,一条宽敞明亮的道路向魏无羡徐徐铺开。 魏无羡抬脚就要走,老,老祖,身后的人哆嗦道,魏英自小孤苦,受人欺凌。 他,从,从未伤害过谁,胆子又小,好不容易遇,遇到仙都,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,魏无羡转身,迎上涅槐桑胆怯却真诚的目光。 您大人有大量,放,放过他,他吧,魏无羡玩耳一笑,漂亮的桃花盐有了暖意,还有吃的吗? 啊,哦,涅槐桑愣住,突然反应过来,抖着手从怀里摸出乾坤袋,双手捧给魏无羡。 老祖不用客气,里面全是零食,还,还有银票,能不能,能不能看在这些,放过魏英,他,他真的没有任何威胁,涅槐桑小心翼翼地瞟味无羡的神色,见他拿过乾坤袋,掏出里面的花生,慢条丝里的包壳,然后往嘴里放。 老祖吃东西的样子跟魏英毫无二致,骨囊囊的脸颊一动一动的,可爱极了。 老祖,魏无羡把乾坤袋收进怀里,转身往大道上走去。 涅槐桑刚心里一沉,便听魏无羡悠悠说道,槐桑哥哥要是敢跟着我去一趟天女祠,我便考虑考虑。 槐桑哥哥不敢认,天女祠倒是可以闯一闯。 胡伦扫了眼身后,小镜幽静伸长,两边树影婆娑扭曲,像是无数倒垂的头发,飘荡在阴寒的冷风里。 涅槐桑低声念叨一句,死就死,跺脚跟在了魏无羡身后。 他没有看到魏无羡勾起的半边唇角和眼中深深的笑意。 玲珑开道,鸭群在冷力的煞气中一哄而散,提声如气如素。 仙都且慢,遇见而行的白衣人影停顿在空中,俯视下面道路上的红衣女子。 正是温晴。 蓝望鸡想了想,跃身而下。 有什么事,说。 温晴偏偏行礼道,有件事,我想了很久,决定跟仙都坦言。 事关魏英,车夫回镇上找到自己汇报情况的时候已经黄昏。 蓝望鸡心里担忧魏英,便让温晴跟随自己,一边赶路一边听他坦言。 等来到十杯钱的时候,蓝望鸡已经踩不稳脚下见。 他茫然的神色中又带了几分不可置信,脸色和唇色一样苍白。 温姑娘,所言非虚,温晴郑重点头,一字不假。 若不是发现阿宁成了药人,必须以老祖之血解除毒蛊,我也不会孤注一掷,来向仙都请罪。 蓝望鸡闭了闭眼,深吸一口气,苦涩道,所以,魏英和老祖其实是同一个人。 可笑的是,他想了无数办法,要魏无羡换个躯窍,让魏给魏英,还在魏无羡面前说了诸多诛心的话。 那个人是怎么笑着,把一切苦楚艳尽腹中的。 居魂锁,神魂撕扯,永无宁日。 居魏